那今天新增的兩例境外移入的個案 分別是30多歲的菲律賓籍男性 還有30多歲本國籍的女性 那案491是菲律賓籍的移工 在9月3號 在菲律賓來台工作 入境時沒有症狀 但是在因為大家知道我們在菲律賓入境都要在機場採檢 所以完成採檢後送到集中檢疫所今天確診 那目前住院隔離中 原來昨天有宣布說 口罩實名是2.0跟3.0購買到 加利公司生產的口罩可以到 四大超商或全聯康斯美 通路去進行換貨的一次 那大概我們有考量這些通路他是採預購的方式 門司可供領取口罩的分數其實大約就是 預購的人數 現場其實他已經沒有多餘的口罩可以讓民眾來換貨 那因為超商他是採 統倉去配貨 所以我們大概沒有辦法 去查考那些口罩大概是從哪一個門市去領走 也沒有辦法預知民眾會在哪個門市 來進行換貨 所以說在這次換貨 換貨那個加利公司的口罩的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仍然請民眾拿口罩 到健保藥局以及各地的衛生所來進行換貨 未來在這一次換貨所耗費就是去 換貨的換掉了那個新口罩的以及 要是服務費用 我們會尋法律途徑 來向加利公司進行求償 那這個大概是我以上的說明 那我們從昨天開始換貨到像是到昨天為止 或者到最新的數據我們總共換了多少的量 9月4號開始進行換貨 那這個部分大概我們從 食藥署那邊有得到的大概昨天一天 回收了大概535,975片 那其中呢 大概比較多的 就是如同那個郵局配送到新北市 還有宜蘭還有小部分在台北市 那新北市的部分大概 收回了497,112片 那宜蘭大概是24,648片 那台北市大概8860片 那區域各縣市 大概就是數量就會 減少非常的多 那以上說明 想請教一下蔡組長就是我們 今天早上去藥局的狀況 有民眾是拿著盒裝的嘉莉口罩去做退貨的 那這個部分的話 藥局目前是先收下來了 但是也不清楚說後續 因為現在還沒有公告 這些盒裝口罩也 確定有可以回收的部分 所以 藥局收下來之後 接下來他們應該要怎麼處理 謝謝 這個非實名制的部分 我是有看到相關的新聞 其實嘉莉公司 他大概有自己發出聲明 就是說他非實名制的部分 你大概可以到他盤商 你原來購買的通路 或者是到他巴黎的工廠去進行換貨 那退貨的窗口跟電話 他也原則上都有留了 好 那以上說